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ewis 每年去完錶展回來,我都會選我心目中的一些深水錶 有時會選十隻,有時會選五隻 其實今年我們都請了兩位朋友,一位是Carson,一位是Karen 幫我們去講解一下他們心目中的三大深水作品 我自己今年本來都想選十隻 但是想來想去都覺得今年非常困難 跟行家聊天,大家都覺得可能是牌子趨向有些保守 又或者去年是因為我們參與的第一次實體標展在疫情之後 所以去年有很多驚喜,相對地今年又會少些 各個原因都有可能 但是我想我都想在當中選擇我自己的深水錶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雖然選不到十隻,但是我試試選五隻給大家看 首先,講到明,排名不分先後的 第一隻,其實今年卡地亞都有兩隻錶是我的深水 例如第一隻,Santos-Dumont Rewind 這一隻是今年比較特別的碗錶 亦都比較多人選的碗錶 因為它有少少離經半度 是時間調轉走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喜歡Turtu的Monopussure Chronograph 因為它延續了CPCP的經典 而且機身比當年更加有特色 是一個橢圓形的機身來的,但可惜我買不起了 無獨有偶,Chanel也是今年我比較喜歡的品牌 那個Musical Clock Couture Workshop 是一個非常之特別的座鐘 但是如果要數真的可以帶上手的 就是J12的Couture Workshop Automaton Calibur 6 而另外一隻我比較喜歡就是Tropat 我一直都覺得Tropat是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品牌 每年它都有一隻總會入選我心水 但是今年可能就有點困難 不過最終我都選到了一隻Alpine Eagle 41 XPTT的碗錶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是自從Alpine Eagle搭載了LUC機身之後 令碗錶的價格大大提升 下一隻碗錶會是MS 今年MS的重點會是他們的全新MS Cut系列 但是他們的超複雜作品Azure du Atelier 更加吸引了我的注意 不是因為這隻碗錶非常複雜 它有中至三軸陀飛輪 三問布什等複雜功能 而是品牌在創作複雜碗錶之餘 沒有忘記將它們的DNA 放在碗錶和機身設計之上 例如陀飛輪框架的雙H圖案 又例如碼頭形狀的布什音錘 馬車輪形狀的扭空齒輪 好像碼頭棕模一樣的形狀的馬術造型 全動分鐘齒桿 還有一個U形的音叉形狀的音網 還有可以令你清晰地看到機身運作的 藍寶石水晶玻璃甲板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之特別的設計 下一隻就會是H-Mosa 其實這個品牌由始至終 都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品牌 雖然我對他們的煙燻錶盤 不算太大興趣 但是他們的機身真的沒得輸 今年他們推出的Streamliner 2 Beyond Skeleton 更加是近年我覺得最好的Mosa 期待他們下一步 可以做出扭空的Streamliner Small Seconds 或者Terpetro 那就更加好了 好了 剛才就說了我深水的五隻手錶 但是其實我也想選五隻 叫做Honorable Mansion的款錶 雖然他們不是我特別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都值得推介給大家 而這五隻Honorable Mansion的錶 排名也不分先後 包括Lange的Datograph Perpetual to Beyond Honeygold Lumine Angelis的Instrument de Vitasy 這隻錶我會選黑面 另外就有Palmigiene的Toric Petite Second 兩隻錶我就會選Platinum 因為這個面的顏色比較美 而跟著就會是Pector Phillip的 5160-500R Rare Handcraft Retrograde Perpetual Calendar 而最下一隻就是Saneth Define Revival的A3648 這一隻是一隻復古的潛水錶 好了 看完我的標展深水推介之後 不知道大家對這些錶又有什麼意見呢? 歡迎在下面隨時留言給我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 記得最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